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那就是盲目的学习 我们在学八字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相信各位你学了八字以后 你会觉得 好像哪里还有更厉害的这一种的判断法 你会不断不断的去找这一些资料 你想要让你的一个八字变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所以你会一起去找这些 人家传说中很厉害的这种八字的技巧 当时候我刚开始在学命理的时候 我也会有这一种情况 因为我们想要追求神算 不管我在学占卜的时候都一样 但是各位你要记得 还是违规到基本就好了 其实没有所谓最准最厉害的学术 只有你用的最熟 最精的那一套学问 所以当我学起来的时候 当我把卦学起来的时候 其实我就没有再去追求 其他的一个论断的一个方式 因为你只要用的熟 其实基本上用的熟 他比较重要 就很像我的八字 你看我的八字从头到尾 其实就是五行派而已 其他的东西我根本都没有在用 不像有一些老师 他是什么五行派 什么派一直混着在用 但是我没有 为什么 因为五行派他就是我用的最熟的一个派点 所以当我们用的熟的时候 透过这一种方式 我们去实证 我们因为用的熟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些实证当中 去体会出不一样的东西 各位 很多人 号称自己学了什么什么什么 一下子拿出来 试几样的东西 我想要问一下 你每一样熟都要花时间 你会试几样 想要问一下 每一样都很厉害吗 不会的 绝大多数都是什么 打酱油的而已 只是看起来很丰富 可是实际上 你说他真的厉害吗 普普而已 倒不如你就把一门学好 一门深入就够了 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让你成为一个大师 其实各位 你看 在讲命理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在讲风水 我不会用什么派别的 我基本上从头到尾都只跟你讲 一个风一个水 风就是气的一种情况 各位 你都会发现到 我从头到尾都是在讲这个 什么环境的因素 你看我八字 你在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我从头到尾都是在讲什么 五行深刻 我也没有用到其他的格局 什么都没有 各位 我可以只学这一点点东西 但是我可以讲出非常非常多的 其他的体悟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东西我用的很熟 我用的很熟 我可以透过实证的方式 去体悟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所以 我要跟各位讲的是 你不要去贪多 我们现在人在学面里很喜欢贪多 那你贪多 各位 你贪多有什么用 他叫学而不惊 大堆人学而不惊的 学而不惊 留为讲理而已 那讲理有屁用 命在前面 给你批 批不出来 可是平常 口沫横飞 讲得头头是道的 这种人多不多 非常非常多 所以才会造成命理这么乱的一个情况 看到每个都讲的跟大师一样 结果 给他一算的时候 根本才会知道 什么大师 简直是神棍一个 多少是这一种情况 多少是这种情况 所以 各位 要学命理 你就把你那一门 你把他学到经 学到熟就好 我都常常讲一门深入就够了 你看 我来讲 我有跟你讲很多派别的东西 我从头到尾 就是在讲我自己最熟的东西 其他的 认为可以的 我就稍微吸收一下 不行的 那就算了 东西不需贪多 他要用的金 你用的金 才是熟 你才会有 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体悟 你才会成为所谓的一代道士 否则的话 连一个最基本的 会不会批命 会不会看洋宅 不会 那你讲那么多要干嘛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很多人犯的一个毛病 贪多 其实不需要盲目的学习 而是只要把一个东西学好就好 我管你八字学哪一派 你把那一派学好就好了 你是盲派就把盲派学好 你是新派就把新派学好 你是传统学派就把传统学派学好 然后去发扬你那一派的优点 不要到最后变成只是为了什么 要赚钱去咕隆别人 结果 批命都是乱七八糟的现象 这样子有意义吗 如果成为一个诈骗集团 恐吓了一个分子而已 难怪 命理被人家冠上封建迷信 很多都把这样 命理真的封建迷信吗 对不对 透过一些简单的五行生克 可以算到什么时间点 他哪方面会出事 这叫封建迷信吗 你自然科学 你科学都还达不到的东西 命理可以帮你达到 他怎么会变成是封建迷信 答案就是有太多人 他只是把命理拿来当作为生的工具 所以赚钱的工具 他会去善用他吗 那什么叫赚钱的工具 不把你下石 让你花大钱 那才有鬼 所以命理自然而然就变成是一种 封客的工具 但是我相信各位并不想这么做 而是真的想要透过命理 去了解人生的道理的时候 请你不用贪多 而是学一门 你把他学好 然后去使用他 用到手 你自然就可以从里面体会出很多很多的东西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